全场比赛开始 各位球迷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张征 欢迎您收看我们乐视体育为您带来的 2016赛季中超联赛第24轮的比赛直播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重庆立番 拖阵主场迎战延边富敦里 外围直接打 这条车高了 丁杰 这段时间太被动了 上场比赛对阵广州福利的时候 丁杰也是有进球 参与竞赛 猜对的球迷中 哎呦 看这条远射 捕射跟进 哎呦 太危险了 吴庆 已经被进了八个球了 这球打得也非常好 力量很足 所以说迟文一倒地铺就那一刻 没有能够把球牢牢地按住 对 发生了一个铺球脱手的现象 所以说在吴庆跟进再补射的时候 其实这一下还挺危险的 一对一 一对一 连续踩单车进到新区里面 倒了 哎呀 这一下 台湾马宁没有任何表示 比赛继续 我觉得才办得更多的是 觉得斯蒂夫还是先摔倒吧 但是 鞋铁球最一开始的动作确实 先坐一下 踩到左边 斯蒂夫 很重球 这两次怎么样 哎呦 哎呦 这个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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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能赤维一的视线受阻吧 是吗 再看啊 哪里球 是不是打在腿上了 打在那个后卫腿上了 看这个角度看一眼啊 哎呦 确实打到了 打在腿上了 我说这个球 他不应该有什么 对 打在腿上了 确实 不知道是不是镜头的原因 从刚才咱们这个角度看啊 啊 彭心力刚上场 红盘未发下 然后 然后 是每人 给了一张红盘 两人都红盘啊 这个球 彭心力 刚才咱们那个镜头看不出来 是挡着他的脚了 咱们看不到 他那个 有没有什么动作啊 我觉得有必要再来一遍 满进回放 对 因为刚才那个回放镜头 咱们是看不见彭心力 哎呀 这彭心力本来是换弹放松下去 这刚几个钟啊 不过佩特科维奇这个火气也确实太大了 这个球 本来是他们站里的事 看马宁这个出盘 还是 咱们要再看一眼 再看啊 再看啊 看一眼看 球转移的也不错啊 吴兴再给菲尔兰东 哎呦 进球 倒在进球里面 点球 点球 给了点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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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再看一下 陈文医情绪有点激动啊 我觉得这会儿你还是别招马宁了 这个太快了 拉 其实拉人了 拉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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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上的表现很平静 大门 池文医判断对了方向 但是 还是没有能够铺住卡尔德特的这次射门 好调啊 好调啊 这是米诺维奇啊 米诺维奇这一下非常关键 反应比较快 咱这球停得非常好 是的 连转带停啊 这时候 来个儿 来个儿 进了进区 打一脚 球进了 两面队扳回一球 但是时间啊 已经不够了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要想全场比赛结束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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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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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